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大家好,我是大川 今天我们来聊双缝干涉实验 相信很多人在中学阶段 应该都曾接触过一个著名的物理实验 双缝干涉实验 当然,在学习过程中 你可能不会发现这个实验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本期视频内容所涉及到的物理实验知识 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双缝干涉实验的认知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一探究竟 在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之前 首先,你需要对干涉现象的定义 拥有一定的了解 平行的单色光偷射到一个 有两条辖缝的挡板上 辖缝相距很近 平行光的光波会同时传到辖缝 它们就形成了两个震动情况 总是相同的波源 称为相干波源 它们发射了光 在挡板后面的空间相互叠加 就发生了干涉现象 在物理学上 双缝干涉实验实际上可以翻为三个小实验 它们分别是 宏观弹珠实验 宏观水波实验 以及微观粒子实验 这三个小实验 从宏观到微观 很好的诠释了双缝干涉现象的表现 但这却只是这个实验的表象 在这个实验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个至今都无法解释的诡异现象 时间回到19世纪初期 物理学家托马斯扬设计了一个实验 将一块挡板上面看两条缝 隔一段距离放上另外一块挡板 光通过第一块挡板照过去 通过两条缝照到第二块挡板上 结果会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 这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了 后来物理学家改变了实验方式 不是发射一束光 而是将光子一个一个的发射出去 令人震惊的意外发生了 即使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 屏幕上仍然会出现若干的干涉条纹 要知道上次干涉条纹的产生 是两个缝隙透过的两束光相互干涉的结果 但现在只打出了一个光子 竟然也产生了干涉现象 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实验的光子进行观测 实验者在旁边安装了探测器 只要有光子通过就能够监测到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看看 光子到底是从哪个缝穿过去的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屏幕上不再有干涉条纹 只有单个的光点 当撤去了探测器后 屏幕上的干涉条纹便又出现了 面对这一诡异的现象 科学家们后来提出了一个新的物理学定义 也就是观察者效应 这指被观察的现象或者事物 会因为观察的行为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一想法最早出现在魏兹曼科学研究所 在1998年的一篇著名乱丸里 该丸提出观察行为改变了电子 在通过小孔时的行为 当没有被观察时 它们表现为粒子和波 当存在观察时 它们就只能表现为粒子了 通过双缝干涉实验 也就不免会让人联想到薛定谔的猫 而薛定谔的猫又很好地阐述了 量子力学备受争议的现状 因为不确定性是量子力学的直接体现 对于传统的物理学来说 只要找到了事物之间相关的联系 就能在每时每刻确定 事物之间相关的物理数据 然而海三宝提出的量子不确定性原理 是我们无法预知一个微观粒子 未来的状态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上帝不玩骰子 但是量子力学却让我们不得不相信 上帝似乎是玩骰子的 当然 这并不是否定了所有基本的自然规律 因为自然规律只是我们人为定义出来的 无论肯定它还是否定它 从被人为定义出的那一刻开始 它便会一直存在 至于双缝干涉实验 虽然至今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 其背后隐藏了诡异现象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都要明白的 那就是眼见未必为实 不过问题又来了 我们看到的一切 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